周国通死后 他的绝招为何传到了魔教 你看魔教第三十三代教主是谁 周国通不仅是射雕英雄传里的人物角色 他还在后续之作《神雕侠侣》中 不断推动了剧情 好比周国通曾大闹蒙古军营 引得杨过 金轮法王蒙古三杰 发现了绝情谷的隐蔽入口 周国通也意外邂逅了小龙女 在传了小龙女一门绝技之后 小龙女的武功有了质的飞跃 为他在重阳功力错群雄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周国通也在神雕时代 和金轮法王有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 那时的金轮法王炼成了一门神功 换作龙象般若宫 他还凭借金人的天赋 将这门神功冲到了第十层 于是在金轮法王权力的击打之下 全境里竟夹杂了狮龙十项之力 不过周国通却利用空明权的 以柔克刚和金轮法王缠斗 两大高手打了个势均力敌 让我们看得叹为观止 周国通所汇的武功很多 最具有特色的当属周国通 自创的左右护博之术 的确 左右护博之术 能让施法者左手和右手 施展不同的武功招式 成就了郭靖 也成就了小龙女 然而该如何解读周国通的左右护博之术 传到了魔教 周国通死后 中原落到了蒙古人的手中 这就是风雨飘摇的以天时代 以天时代的全真教 丐帮都没了往日的风采 却涌现了峨眉派 武当派和明教三大门派 毫无疑问 峨眉派和武当派都是名门正派 可明教却是让群雄坛之色变的魔教 书中是这么写的 张三丰道 啊 老道道忘了 这才想起 魔教中人规矩极言 届时昏兴 自唐朝以来 即是如此 北宋末年 明教大首领方辣 在这东起事 当时官民称之为石赛式魔教 石赛和凤氏魔王 是魔教的两大规律 传之已达数百年 自明教第33代教主杨鼎天意外身亡后 明教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态 而明教的光明 佐使杨肖 索性住在了光明顶 却引来了一些教众的挑战 杨肖随即和不见和尚 唯一笑等人 在光明顶大打出手 说来奇怪 杨肖有一路武功 正是周国通的左右护博之术 书中是这么写的 杨肖手中两枚圣火令在弹旋飞舞 忽而成剑 忽而为刀 更有时 左手匕首 右手水刺 忽地又变成右手钢鞭 左手铁齿 百忙中上字双令护及 发出压压之声 以扰乱敌人心神 一看 杨肖的左右手 各拿了一枚圣火令 还能忽见忽道 忽匕首忽水刺 左右手的招式 甚至还能同时变成钢鞭和铁齿 弓的对手 措手不及 如此招式和周国通的左右护博之术 极其相似 让人不免怀疑杨肖和周国通的关系 加之 杨肖和周国通 都是射雕三部曲里的人物 我们有理由相信 金庸似乎在暗示什么 其实 你若知道 第三十三代魔教教主的真实身份是谁 你就能深发戏绝发现线索 作为一天屠龙记的男一号 张无忌在练成诸多神功之后 成了明教的第三十四代教主 而明教第三十三代教主 则是杨鼎天了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在金庸最早的版本里 杨鼎天的原名 换作杨破天 原来最早的版本 乃连载版 是金庸为了销量 发表在报纸上的连载小说 互称为连载版 在连载版的《倚天屠龙记》里 金庸似乎是想写杨过之子杨破天的故事 这样一来就能使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 做到无缝衔接的妙境 可不知出于何种缘故 金庸写着写着 就将杨破天写死了 为了让杨破天和杨过 小龙女脱离关系 金庸在随后的三连版 新修版里彻底删除了杨破天这个角色 用了一个杨鼎天取而代之 尽管金庸将杨破天的戏份删除殆尽 但我们仍能窥见金庸最初的构思 即杨破天乃杨过和小龙女的儿子 只因元朝只有短暂的九十几年的寿命 既然杨破天是杨龙二人之子 杨破天当然能从小龙女那学会左右护博之术 也能从杨过那里学会弹指神通 而杨潇甚得名教教主杨破天的赏识 否则杨破天就不会将名教教主方 有资格修炼的乾坤大挪移传给杨潇 杨破天都能将乾坤大挪移传给杨潇 那杨破天所会的弹指神通和左右护博之术 自然也会传给杨潇了 看到这里是不是恍然大悟 只不过金庸在三连版和新修版里删除了杨破天 就此掐断了杨顶天和杨过小龙女的关系 也一下子掐断了杨潇的武功来历 也只有翻阅最原始版本的以天屠龙记 方能找到关键的线索 继而解开这个谜团